多亏这个外国人留下了乾隆的真实相貌,原来和电视上的不一样,在历史的长河中,许多君王的形象,往往通过画作和文学作品,被塑造成神话般的人物,而清朝乾隆皇帝便是其中一位,他在委期间不仅留下了许多诗作和文物,更通过一位外国画家的画笔,记录下了他的真实容貌,这个外国人便是意大利画家朗世宁, 郎世宁的话作为后世提供了一个不经过滤的乾隆皇帝形象,这与我们在电视和小说中看到的乾隆截然不同,欢迎收看举谈室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,乾隆皇帝是清朝著名的三朝之一,以其长寿和多产著称,他在委期间国家复述,文化昌盛,然而对于这位皇帝的真实相貌,历史上却留下了众多谜团, 意大利传教士和画家朗世宁在中国的余生中为康熙,雍正和乾隆三朝服务,并特别受到乾隆的信任,朗世宁,原名朱塞佩,卡斯蒂利奥尼,是一位来自意大利米兰的天主教传教士和画家,自幼他便在艺术之乡的熏陶下,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并展现出过人的天赋, 他不仅在西方绘画技法上造诣颇深,还在艺术表现力和色彩运用方面展现出非凡的才能,朗世宁于1715年踏上了中国的土地,这一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,也为中国艺术史增添了一段传奇,他原本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, 然而,当时的清朝皇帝对天主教并不认可,尽管如此,朗世宁的出色画技却深受皇帝青睐,于是他被留在了宫廷,成为一名宫廷画师,朗世宁的画风独特,他巧妙地将西方写实主义与中国传统绘画相结合,创造了一种新颖的艺术风格, 这种融合不仅使他的作品受到皇室的喜爱,也在中国艺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,在康熙、雍正和乾隆三朝,朗世宁在清朝宫廷中服务了五十余年,他不仅参与了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,还创作了大量融合中西技法的绘画作品,成为清朝宫廷艺术的重要代表人物, 康熙时期,朗世宁以其独特的画风和技艺,迅速在宫廷中赢得了声誉,然而,真正让他声明大造的是在雍正和乾隆时期的表现,乾隆时期,朗世宁的艺术生涯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,这是一个充满变革与新思想的时代,乾隆帝虽然对西洋文化有所保留,但他对文学艺术的热爱无疑超越了他的祖父康熙和父亲雍正,乾隆帝对艺术的鉴赏力极高, 他对朗世宁的画作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,并多次邀请他为自己及后宫妃嫔绘制肖像,乾隆帝的肖像画要求非常高,他希望画作能够完美地表现出他的威仪与气度,朗世宁在绘制这些肖像时,不仅要精确捕捉乾隆帝的面部特征,还要在画作中融入皇权的象征,如龙袍,宝座和御花园,他在创作过程中,不断地寻求创新, 将西洋的光影技法与中国的传统元素巧妙结合,使得每一幅肖像画都显得生动而栩栩如生,与此同时,朗世宁还为后宫中的妃子们绘制了一系列肖像, 这些画作在细节上展现了极高的工艺水平,如细腻的面部表情,精致的服饰纹理以及背景中的画鸟画,每一幅画都如同一篇无声的诗,诉说着后宫的故事, 前龙是一年,一次盛大的阅兵典礼上,朗世宁被委以重任,成为了这次活动的总画师,这次阅兵典礼规模宏大,参与的士兵多达一万六千名, 是前龙帝展示军事力量的重要时刻,朗世宁面临着巨大的挑战,他需要在一幅数米长的画卷上准确而生动地描绘出这场盛况, 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,朗世宁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,他先是观察士兵们的排列和动作,记下了他们的队形和装束的细节, 然后他在画室中构思布局,决定如何在画卷上安排这些士兵,以确保画面既生动又有秩序, 在绘制过程中,朗世宁巧妙地运用了透视法,使得画面上的士兵排列呈现出深远的视觉效果, 他在画中巧妙地安排了光线和阴影,使得士兵们的铠甲和武器闪烁着金属的光泽, 在画面的中央,他特别突出了乾隆帝的形象,使其成为全画的焦点, 当这幅剧作完成时,整个京城都为之震撼,乾隆帝亲自前来观赏这幅画作, 对朗世宁的才华赞不绝口,他认为这幅画不仅展示了大清帝国的军事力量, 还体现了朗世宁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和高超的艺术技巧, 欢迎收看剧谈时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雍正帝对艺术有着独到的见解,他不仅认可朗世宁的画迹, 还鼓励他在创作中大胆融合中西元素, 这一时期,朗世宁的艺术创作进入了新的高峰, 他的作品开始展现出更加丰富的层次和深度, 乾隆帝更是对朗世宁宠信有加, 乾隆不仅对文学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, 自己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, 乾隆与朗世宁之间不仅有着均存之意, 更有着深厚的友谊, 每逢重大场合, 乾隆总会召见朗世宁为其绘制效果, 记录下他不同时期的真实面貌, 这些画作不仅体现了乾隆的威仪与气度, 也展现了朗世宁高超的艺术水平, 乾隆皇帝的真实相貌通过郎世宁的画作得以保存和流传, 郎世宁作为清宫廷画师, 以其高超的技艺和对细节的敏锐把握, 成为记录乾隆形象的关键人物, 郎世宁的画作不仅是艺术作品, 更是历史的见证, 展现了乾隆皇帝不同时期的真实面貌, 郎世宁的一幅乾隆半身东庄像, 是展现乾隆皇帝真实相貌的典型代表, 这幅画展示了乾隆皇帝在寒冬时节的面貌, 画中的乾隆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, 眉毛浓密, 但并非双眼皮, 嘴边留有八字胡, 与影视剧中常见的乾隆形象不同, 画中的乾隆并不具备俊美的面孔, 而是单眼皮和英勾鼻, 这使得他看起来更加精明且威严。 郎世宁的另一幅著名作品, 乾隆大跃图, 描绘了乾隆皇帝在京郊南院阅兵的情景, 画中的乾隆身着戎装, 威风凛凛, 展现了作为一国之君的雄姿, 这幅画不仅记录了乾隆的外貌, 更捕捉到了他作为统治者的气度和威严, 此外, 还有乾隆皇帝一见双路图, 画中的乾隆已经不如老年, 但仍然精神觉硕, 展现出他作为猎人的一面, 乾隆皇帝也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, 经常让郎世宁为他作画, 在这些画像中, 乾隆的面容虽然经过一定程度的美化, 但整体上仍保留了他的真实特征, 通过这些画作, 人们得以窥见乾隆的日常生活和他在不同场合下的真实状态, 而在影视剧中, 乾隆皇帝通常被塑造成一个英俊潇洒, 风度翩天的形象, 常常由一些外貌俊美的演员饰演, 如郑少秋、张铁林、张国立等, 然而历史上的乾隆并非如此, 真实的乾隆更多的是智慧与威严的象征, 他的外貌和影视剧中的形象有着显著差异, 乾隆皇帝身为一代君王, 除了注重外貌的修饰, 更重要的是他身上的帝王之气, 这种气质是他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, 通过无数次正式锻炼而形成的, 虽然不如影视剧中的形象俊美, 但却符合一个君王应有的威严与庄重, 郎世宁的画作不仅仅是艺术作品, 更是乾隆生活和时代的真实记录,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, 这些画作不仅让我们了解了乾隆皇帝的真实向往, 还记录了清朝宫廷的生活场景, 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, 在这些画作中, 我们可以看到乾隆的不同侧面, 从年轻时的英姿萨爽到晚年的慈祥威严, 每一幅画都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故事, 正是由于郎世宁的画作, 我们才能够更加真实的了解乾隆皇帝, 打破了影视剧中的幻想, 还原了一个更为复杂和真实的历史人物, 这些画作不仅是乾隆一生的重要记录, 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见证, 郎世宁的艺术成就和他对清朝宫廷的贡献, 在他去世后依然得到了高度评价, 1766年, 郎世宁在北京去世, 享年78岁, 他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, 为康熙, 雍正和乾隆三朝服务, 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艺术作品, 这些作品不仅见证了郎世宁的艺术才华, 也为后人提供了了解清朝宫廷生活的宝贵资料, 郎世宁去世后, 乾隆皇帝对这位洋画师的离世感到十分惋惜, 乾隆深知郎世宁在中西艺术交流中的重要性, 并赞赏他在绘画艺术上的独特贡献, 为了纪念郎世宁, 乾隆特地命人整理并保存了他的画作, 这些作品后来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重要藏品, 随着郎世宁的离世, 清宫廷内对西洋绘画的热情并未减退, 乾隆继续邀请其他西洋画师为其服务, 但郎世宁在他心中的地位无人能及, 1768年,法国画师王志诚也相继去世, 杰克画师艾启蒙在1769年中风去世, 使得乾隆对这些擅长西洋画法的艺术家们的离去感到失落, 尽管乾隆晚年对奢靡生活和保守政策有所偏重, 但他对艺术的热爱始终如意, 他在为期间留下了大量诗文和艺术作品, 这些不仅是乾隆个人兴趣的体现, 也是他作为一位文化皇帝的象征, 1796年,乾隆退位将皇位传给了嘉庆帝, 自己则成为太上皇, 继续对国家事务保持一定的影响力, 乾隆晚年的形象也通过郎世宁及其他宫廷画师的画作得以保存, 1793年,乾隆在热和行宫接见英国使臣马嘎尔尼, 使团中的画家亚历山大为其绘制了一幅速写, 展示了乾隆82岁时的真实面貌, 这幅速写未经过宫廷画师的修饰, 呈现出乾隆的自然形象, 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视觉资料, 1799年,乾隆皇帝在北京去世, 享年88岁, 他的一生充满了辉煌与争议, 但其对中国艺术的热爱和贡献, 无疑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, 透过郎世宁和其他画师的笔触, 我们不仅看到了乾隆的真实面貌, 也感受到了这位历史人物的复杂与多面, 正是这些画作, 使得乾隆的形象在历史长河中愈加鲜活, 成为后人了解清朝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窗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